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高级营养师 您的健康管理专家 转老师 铁方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同时欢迎两位健康观察员 转老师 今儿我听说一个秘密 你的小秘密 什么小秘密 刚才啊 咱不后台化妆吗 对 化妆的时候吧 我就听哈 正义跟孟主 说什么 吵起来 吵起来有什么什么 别的我没听着 但有一句话我听着了 什么话 而且还是正义的小秘密 对对对 我可没有什么秘密啊 任老师 铁方老师指定听错了 我能听错 我告诉你 任老师 说 正义跟孟主说 说什么 我要吃软饭 老师 这可都录着呢 我这点小秘密 现在全国观众都知道了 就是 关键是这是一个误会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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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先别说误会不误会 咱们先问问他 孟主 他说这话没 说了 说实话 你看 咱们 我没冤枉你 但是 他有个但是 这事吧 确实是一个误会 因为正义吧 是牙坏了 牙去修 吃不了硬的东西 所以说他想吃软饭 你说他吃软饭 是这么个事啊 对 牙的事 这您看吧 这事闹了个笑话 但是在生活中啊 吃软饭 可不只是一个贬义词 其实有的时候 也是很多人的无奈之举 他万般不得已的情况下 他就不得不吃软饭 你看了没 不管什么事 你到了阮老师这 他都有故事 对不对 不是故事 我跟你说铁康老师 他是一个真事 而且这真事呢 还发生在咱们身边 就是老陈家他们那个事 嗨 老陈家 老陈家随便拿个什么事出来 都是故事 不信你给我看看去 怎么样 要不上老陈家看看 不能再这么吃了 不信不能再喝酒 我也吃肉了 咱俩碰到这样 咱俩得反抗嘛 那必须得反抗啊 那必须得反抗啊 你等等 那一会儿啊 你看我怎么说的 那上顿肉 下顿肉 哪能行 谁能说的 我一想是糖醋肉了呢 我想吃的六十段 你说你俩还一夜天 就你那牙 你这吃什么糖醋肉啊你 你那肚子好了 那肠胃行吗 那六十段 那杂的那东西啊 哎呀 那哎 你要这么说的话吧 我觉得我牙好了 我能吃啊 没想到吧 好这么快 我也好了 我的肠胃啊 经过你这段时间 那个小米粥小甜菜 小甜菜小米粥调样 好多了现在 你可行了 痊愈了 那刘老段 多嚼一会儿 他不能吃 对对对 你带孩子跟人闹 那你那牙不也有点松吗 你还吃什么吃啊 你还吃点那个昭德了 你天天想吃好吃 那你你孙子啊 他这主要是心情 那他压抑了 这这个 牙好了 他说想吃个这个 这什么 那你吃吃吃 你尝尝孙子 这是跟那个阮老师 学的那个 健脾八斤糕 健脾八斤糕 你多吃点啊 好吃 嗯 好 哦 哎呀 咳咳咳咳 咳咳咳咳 你吃个糯米都没啊 还藏出肉呢 不是 那老伴 你说那阮老师 就不能把这个硬菜 给他做软了吗 你回家吃肉 对不 嗯 对对对 这点好 我我做个软板糖醋肉 为了 对 嗯 你啥 你拿手机 你问问阮老师 这能不能把你那个糖醋肉 给做软点 那那行 那我呢 我呀 在这告诉大伙 我不仅能让老陈家 他们家老爷子 跟他孙子 吃上这个硬菜的这个味道 而且我还能让他们吃得更健康 阮老师他怎么把这个硬菜 他变成软菜呢 这里很简单 我只需要把这个硬菜的肉换另外一种肉 这就行了 换肉啊 换食材啊 这事不是我经常干的吗 这事我也干过呀 那你说说吧 你看看哦 五花肉换梅花肉 梅花肉换里脊肉 糖醋的 溜入段的 想换哪块换哪块 我是要换成鱼肉 但是鱼肉 我觉得不好 对啊 我也觉得阮老师 这事太草率了 是不是 对啊 鱼肉里面都是刺儿 对吧 本身它就费劲吃着 然后挑着也费劲 对吧 你换成它反倒费劲了呀 那个鱼肉吧 一下锅 它就烂了 乱糊成一堆了 它不太容易做 我跟您说吧 我今天换的这个鱼 它没刺儿 撒谎 撒谎 还能有没有刺儿的鱼 我根本不相信 我说一个名字给你听 你就知道了 龙利鱼它没刺儿 你看你这孩子就说话太早 你看这话我都没敢说 但是它又炸着吃这事儿 这个龙利鱼啊 这个味道 这个鲜美呀 这个口感 这个爽滑呀 而且龙利鱼 没有一点的腥味 有别的那种味道 这个龙利鱼 高蛋白营养丰富 它是一个海产鱼 那么今天 我们刚才看到老陈家 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呢 要这个硬菜软做 那我想了一想啊 我就推荐一道 糖醋龙利鱼 这道糖醋龙利鱼呢 不光是适合 咱们说到的牙齿啊 胃肠不好的 这些朋友来吃 它还适合 有心脑血管病的 包括什么动脉硬化呀 视力减退呀 记忆力下降啊 包括这些朋友来吃 这样 我们呢 到第二现场 我们厨师都准备好了 您呢 指导它 让它来做 咱们就一边做 一边给大家现场解说 大家好 我是营养菜达人 郭亏琪 今天这道菜 由我来为大家展示 那么这道菜 它所需要的食材是 龙利鱼一片 鸡蛋一个 番茄酱 三汤匙 黑芝麻少许 然后淀粉啊 白醋啊 糖啊 盐啊 适量 首先呢 要把洗好的龙利鱼 给它切成块 放到碗里 然后在碗里 放少许盐 再倒入蛋清 给它搅拌均匀 腌制五分钟 阮老师 正好这个鱼肉呀 它是需要腌制的 我有一个问题 就想知道了 这个您刚才说了 这道菜 这道菜适合有心脑血管疾病 动脉硬化 然后视力啊 记忆力减弱 这样的人群使用 那龙利鱼 是不是含有什么 营养的元素啊 所以才有这么多的食物功效 我在这儿呢 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龙利鱼呢 它是一种优质的 海洋鱼类 它脂肪当中含有什么呢 叫不饱和脂肪酸 那么不饱和脂肪酸呢 它有抗动脉周样硬化的作用 那它就对防止心脑血管病啊 增强记忆力啊 就是颇有益处了 同时呢 孟竹说到了这个营养 那么根据这个营养测定啊 龙利鱼里头所含的 奥米加三 这个脂肪酸呢 可以抑制眼睛力的自由基 防止眼底心生血管的形成 这样呢 就能降低咱们 经状比炎症的发生 所以呢 这个龙利鱼 有的时候我们也称它叫 护眼的鱼肉 现在医院里头 尤其是眼科 一些上了年纪的人 说到医院去 给眼底打激光 打激光就是在抑制眼底 心生血管的破裂 就是在做您说的这件事 对对对 所以我在这儿啊 也得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 包括我们两位观察员 他们这一代用眼过度 手机早早的就拿在手里了 太安逸 就是用眼过度的人 老年人啊 经常做什么绣花啊 细致活的人 用眼频率比较高的这些 比较高的人 这个龙利鱼都适合你 记住里边有奥米加三 对我们的眼睛 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咱们别光说这鱼 咽差不多了吧 腌好的鱼肉呢 这就要开炸了 先把腌好的龙利鱼 裹匀淀粉 然后锅里呢 大火热油 倒七成热 老师你这太专业了 这七成热 我们怎么看呢 怎么看呢 有一个小窍门 那个家里的木头筷子 干什么用啊 油热了 是不是七成热 把那木头筷子 往在油锅里一插 一插 你看到 均匀地冒一些小气泡 这个时候就是提烤热 这方法太简单了 筷子一插你就行啊 然后咱们确认好油温 就往里头倒入 裹好淀粉的龙利鱼 然后开成小火 不能大火 大火炸糊了啊 开成小火炸五分钟 然后把炸好的龙利鱼啊 一块给它盛出来 放凉一些 然后再倒入锅里 促炸一次 老师那这次还是用小火炸吗 这次不是小火炸 是大火 这么做吧 第一次炸 是为了让这个食物熟 对 第二次炸 是为了让这个食物脆 哦 外焦 外焦里的就这么来的 第二次咱们复杂到颜色金黄 这个时候就把它盛出来备用 下一步干什么呢 我们炒汁 这锅里呢留一点油 别多了啊 加上番茄酱白醋糖 翻炒到这个汁儿冒泡以后 好将把这个龙利鱼倒进去 翻炒均匀就可以成盘了 这么快就好了 你这也太简单了吧 我都学会了 我还有一句话没说呢 是吧 就是盛出来以后啊 最后在这个菜的表面撒一点黑芝麻 这就是为了好看呗 哪哪哪 黑芝麻对眼睛可好了 就是啊 我每天都吃这么大一勺黑芝麻 我在节目里讲过这事啊 那为啥我没有白头发呀 我也吃啊 就是那都是有原因的 这道菜呢 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 也就是20分钟左右 这还淹了一段时间 再加上切 一片龙利鱼市场上 在超市里买就是十几块钱 但是这里呢 我也得提醒大伙注意啊 比方说 我们有些朋友查出来 有肝硬化的 有痛风的 有一些什么出血性疾病的人群 只要查出来这类问题 你不太适合吃这道菜 长期吃软烂食物 这些疾病就会找上你 这个就是长期吃软烂食物 导致的 很缺乏 这个时候容易得什么病呢 就是我们经常 做到的最怕的心脑血管病 早晚吃软 中午吃硬 长寿老人的饮食秘诀 重在一日三餐 我们就遵循一个什么呢 早晚吃软点 中午我吃硬的 遵循这个原则 健康生活吃出来 就现在 我经常说呀 食能治病 也能治病 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 硬菜 软食的初衷 为什么大家 要我们帮忙 改造改造这些菜呀 就是因为自身的一些情况 现在或者是目前 或者是当下 不能吃过硬的食物 比方说 这牙不好 松动了 我们这些老年朋友 比方说 脾胃虚弱的人了 他不能吃硬的了 所以呢 他们就想把之前的硬菜 给他改造一下 改造成自己能吃的菜 我们呢 在这方面呢 能够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提供很多方面的帮助 我觉得这个问题吧 还得想办法 从这个问题的源头上着手 我们要研究 这个人要吃软的 还是吃硬的之前 我们是不是得先搞清楚 你自己这牙 他们为什么就提前下岗了 你不用说别的 我们家我姥姥 99岁没的 这一辈子不靠别的 就靠一口好牙 这个人牙口好 这才能够吃满满香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今天提出这个问题 其实是想让大家知道 这个牙 很重要 它是人骨髓的一部分 肾足骨生髓 对吧 我们都知道 那钙沉积在骨头上 还要沉积在牙齿上 对 肾好寿命就长啊 对不对 肾阳足寿命就长啊 对对对 阳气一灭 阳气一绝 生命不就没有了吗 对 首先 肾好牙口就好 这是一个 还有呢 人和人不同 基因不同 有的人的牙齿啊 天生就容易被取换 有的人这一辈子牙齿 都没有用心去维护 但是没大事 这是基因上的取消 你看 之前我还遇到过一个老伙伴 69岁 身体不错 就是没什么牙了 时不时的 就是想 什么菜软呢 什么菜我能嚼得动啊 就找软的食物吃 所以呢 你知道他吃什么吗 蛋糕 而且专门买那种特别软的蛋糕 然后三个月之后他吃出状况了 猜猜吧 我猜猜吧 我觉得可能是血糖高了吧 甜的 吃三个月血糖高了 有这个可能 有这个可能 但是他没去查 看来不是血糖的事了 对 可能剩那几颗牙都虫子牙了 本来牙就不全了 也不用虫牙了 基本上掉霉了 还能是什么问题呢 我猜不出来了 这个是真的很难猜到 我不卖关子了啊 就是我告诉大家 这老爷子才69岁 走不了路了 而且脑袋不太清醒 这老先生上医院一查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营养不良 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 吃的东西越来越少 消化功能越来越差 以前一顿能吃两三罐蛋糕 后来是一顿一块蛋糕都吃不了了 这个就是长期吃软烂食物 导致的维生素B12的缺乏 一个人呢 维生素B12缺乏的时候 就会出现食欲下降 这个时候容易得什么病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 最怕的心脑血管病 还会使我们的胃的蠕动 锻炼减少了 胃的正常的机能 它也下降了 另外呢 软烂的食物往往缺乏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是胃肠道粘膜构成 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素 那如果我们缺少了膳食纤维 胃肠道的粘膜 它逐渐的就会萎缩 刚才阮老师反话也提到了 走路不稳 为什么 大家知道吗 老人走路不稳 头脑不清楚 是因为在我们下颚 这个肌肉和我们的大脑之间 有一条非常隐秘的通道 我们叫经络 对 人在咀嚼的时候 口腔感受器 它会藉由这个通道 讲信号 传达到大脑 从而显著的增加 脑细胞的信息传递工作 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 所以说啊 这个吃软食太多的人 他咀嚼少 对 他就会使这个人的头脑 这个活力下降 哎 时间长了 他不就又放老年痴呆了吗 咀嚼食物 你在咀嚼的过程当中 它能刺激我们唾液分泌的功效 那么唾液当中含有什么呢 消化酶 这个消化酶更是进行消化的一个必须的物质 对 那么如果说咱们老同志 仅仅是吃一些软糊的糊糊 就这个汁液的那种食物啊 都打成汁了 那么这个消化吸收也会受到影响 长此以往对健康真的是不利 所以我是建议我们老同志 我们吃饭的时候应该做到什么呢 软硬同吃 那如果说真的咱牙齿不好 牙齿所剩不多了 你该多吃一些软食 但是你不能只吃单一的食物 一定要营养均衡 比方说肉你说我嚼不动 嚼不动高压锅呀 高压锅里焖出来不就软烂了吗 对不对 你把它切成肉丝 肉丁 细碎一点 熬那个粥搁在一起做饭 还有呢蔬菜水果 我们也可以把它炸成汁 如果牙齿还行的话 我们就遵循一个什么呢 早晚吃软点 中午我吃硬的 遵循这个原则 因为早上啊 人的脾胃呀 一晚上睡醒了 有点困顿呆滞了 我们老同志就是 有早上起来 我真的有点吃不下呀 觉得食欲不佳 这个时候喝点稀饭呢 什么豆浆牛奶啊 等等 米糊花等等 菜米也行啊 等等 晚上我们吃完晚饭以后 由于活动少了吧 我们这个时候 也是应该吃一些 容易消化的软食 这中午和两餐之间 尽量的我们可以吃些 比较硬的食物 来锻炼我们牙齿的咀嚼功能 比方说松子 坚果 是不是 花生米 新鲜脆嫩的那些菜茎 水果等等 不过呢 我们所谓的这个硬食啊 说是硬硬硬 你也不能太硬了 就是说你吃到嘴里 你稍稍的用点力 就能把它嚼碎 这个就成 像我们老同志 有些烙饼 烙得太硬了 这个呢 嚼不动 我这种主食啊 我就不建议老同志多吃 其实我觉得啊 按照您刚才这说法啊 除了食物制作方面 要考究之外 即食香牙也很重要啊 是不是 这是自然的啦 这个一年四季 一日三餐 想要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 这做饭吃饭 是不能马马虎虎的 如果您想知道 自己的身体状况 是不是需要吃软食 或者想寻找 简单易做 适合您吃的健康饮食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添加栏目微信 把您的需求发给我们 让阮老师来帮您定制 专属菜谱 让胃肠功能差的孩子吃软食 透过不堪设想 看上去孩子吃得挺爽 实际上是导致了孩子的核骨 由于刺激不够 它不能充分的发育 牙和畸形 甚至是颜面也出现了畸形 清洁消毒海绵拖把 就是这样简单 五分钟以后 大伙就能发现 哎呦 这个污渍啊 已经被泡出来了 问题就解决了 健康生活吃出来 就现在 老师说到这儿啊 我们微信群里面 现在已经好多好多问题了 有人问说 你什么时候才能说 孩子多吃点软食 这件事啊 这个孩子吃软食 是不是更容易消化呀 这我们说的第三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引发了 网友很多激烈的讨论 像这个叫林儿 姥姥的阿姨 她就问了 说她小孙孙三四岁的时候 就不太爱吃饭 家里就给做了很多软烂的那种食物吧 后来吧 到了换牙的这个年纪 她小孙孙的乳牙就一直不掉 后来呢 这个新牙又长出来了 但是乳牙呢 就被挤得歪歪扭扭 特别难看 嗯嗯嗯 就是牙齿理出外劲 对对对 这个问题啊 家长朋友要谨记三点 第一点 长期吃软烂的食物 会使孩子的牙齿的咬合力不够 那么食物呢 对于我们颗骨的发育的刺激也就不够了 这就会导致乳牙牙根难以自然的吸收 乳牙自然就不愿意让咸呢 那么新生出来的横牙就只能往后边 往两边靠 这就导致孩子的牙齿长出来就畸形了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就是给孩子的饮食吧 就吃得过于精细了 又过于软烂了 那孩子一些软的烂的也不用嚼了 这不费劲的喝你就不就行了 看上去孩子吃得挺爽 挺轻松 咱这个做长辈的喂饭也喂得挺快 实际上呢 是导致了孩子的颗骨 由于刺激不够 它不能充分的发育 那即使乳牙横牙正常的替换 可是横牙不断的生长啊 而且是大于颗骨的发育速度 那么依然就会出现牙齿排列不齐 那么还有呢 就是牙和畸形 甚至是颜面也出现了畸形 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那么有关孩子牙齿的问题 还有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 如果孩子吃得过于精细了 食物呢 就容易在孩子的口腔内残存 那不少的孩子刷牙的习惯没有养成 或者是方法也不太正确 家长也不盯着 胡乱来两下子就算刷了牙了 那么稍微过一段时间 孩子的牙齿的病变就出现了 比方说取齿 缺损 乳牙过早的丢失 横牙萌出的间隙不足 这样呢 也能造成孩子牙齿的排列不整齐 所以说啊 这个家长要想让这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得付出一些代价 首先在吃东西这个事上 应该杂一些 大脑这是核心第一大脑 人第二大脑是哪你们知道吗 肠道 肠道 人呢刚出生的时候 我们的最大免疫器官是我们的胸腺 20岁之后胸腺就不干活了 他把免疫功能转移给肠道 对 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 肠道里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 是益生菌 益生菌不光在那翻地 它还要放出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 刺激肠道向大脑传递信息 告诉这人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 比如说 益生菌丰富的人 益生菌搭配合理的人 到了这个时间点 他就会放出物质 告诉大脑你应该饿了 吃饭 你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 有的人他就想吃素 有的人就想吃肉 这一切其实全跟益生菌有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提倡 不论是小孩还是成年人 在适当的情况下 关注一下我们身体里的肠道益生菌 关注一生 你的健康就能伴随一生 这温友都问了 说这个妙招什么时候能知一下啊 那什么内容要不你说说 这个温友说了 他说自己家里面用的呀 是这种海绵头的拖把 用几次之后呢 海绵的部分就看起来很脏很脏了 然后就想要一个 能把这个拖把说杀菌啊 清洁干净的一个小妙招 这么一个小妙招 我也算是一个家庭主妇吧 这家里活啊 什么都干 回家干家务 出来干工作 这个事简单 准备一个塑料袋 把它套在这个拖把的海绵头上 然后呢 你把它捏住 看看漏不漏 不漏 往里头撒什么 小苏打 花露水 清洁精 家里有啤酒的 给他倒点啤酒 再加点温开水 我以为再给他上点花生米呢 下酒菜 就是吗 量不要多 够那个海绵头吸收就差不了了 你要水太多了 那道里就漏出来了 然后把它系紧 闷上会儿 差不多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 大伙就能发现 哎呦 这个污渍啊 已经被泡出来了 然后这拖把拿出来 这个拖把头在清水下 来回来回地捅一捅 清洗干净 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方法听起来倒是挺简单的 但是听阮老师这么说 我这个脑子实在是跟不上这个画面了 那你就得扫扫码呗 一扫码就全到你手机里了 你就知道了 其实呢 说这个事啊 以前也有微友 跟我要过这个小妙招 我当时我教了他之后 他呢 就把整个操作的过程 给记录下来了 拍下来了 对 而且他还给我发过来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观众 给我拍的这个整个过程 这小视频 对 科技改变成我多好 来看看 看一看 你看 用了阮老师的方法 我家脱步也变干净的 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 今天的节目里 阮老师教给大家一道 硬菜软做的方法 还分享给我们一个家里脱步 清洁杀菌的小妙招 辛苦阮老师了 不辛苦 应该的 做菜是个技术活 阮老师这儿妙招多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栏目微信 发来您日常生活当中 遇到的一切困惑 让我们来帮您探索究竟 带您重回健康生活 明天我们要做点 什么健康菜呢